近日影集《她和她的她》受到广泛讨论 最终女主角林晨曦在高中时期遭受老实侵犯 向家人及校方倾诉却无法得到信任 让林晨曦难以负贫事件带来的创伤 而现实生活中性侵害案件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常见 根据卫生福利部的数据 2022上半年共有4519件性侵害事件通报 换算下来每60分钟就有一个性侵害通报案例 不仅如此更有高达9成是熟人性侵 根据统计被害人与家害人属于伴侣关系的案件就有38.9% 其次是家庭成员占18.1% 再来包含普通朋友、同学、职场、师生关系等 也都是常见的性侵家害人 然而遭到亲近的熟人侵犯 被害人口音惊吓无法及时厘清自己的遭遇 而选择压抑不向外求助 使他们容易遭旁人之疑 平常讲的就是很典型的 被害人就是一直哭啊 有些被害人他其实是表现得很冷静 因为他就一直撑在那 所以外面人旁边也会觉得 你说你发生那个事 可是你还是可以照样吃饭 照样上学 所以他们就再往前推论 这件事是假 所以我觉得整个对被害人的那个迷思 就是怀疑这件事是假的 社会常出现对完美被害人的刻板印象 但自上是强调 每位性侵被害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和情绪 有些人容易因震惊 错愕 害怕等复杂情绪 出现头痛 失眠的症状 有些更会自我贬低或自责 那有可能他会透过一些行为 例如说可能想要伤害自己的行为 来阻止 来降低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感受 那最后一个 其实是比较可能是在 性侵害的当事人里面会发 可能会出现 就是他可能会不经意 或是不断的回想到他过去 过去事件的一个创伤的一个场景 一个感受等等 那其实是无来由的 那对于当事人来说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性侵害事件过后 身边亲近有人 往往会感到心急 难过以及气愤 希望帮助当事人赶快好起来 这样的心态 却可能导致当事人不愿表达真实情绪 对此 长期关注性侵害议题的例行基金会 提出听 问 接 找 四大原则 给予大众一个合适的方式 来协助身旁的受害亲友 除了日常生活中 亲近有人的协助外 专业资商心理师或辅导员 则扮演修复创伤的重要角色 不仅帮助当事人稳定情绪 也协助当事人重新建立安全感 与调试生活步调 我觉得至少可以让他 比如说情绪有宣泄的出口 找到一些就是 如何安抚自己的焦虑 害怕紧张的方式 其实对他们在恢复 就是生活的部分 其实就已经是蛮重要的了 面对性侵害事件 社会大众常以完美被害人的迷思 检视评价 若是用陪伴与不责备的方式 帮助当事人发生求助 更能够协助当事人 顺利走过创伤复原之路 记者彭佳辉 蔡文新 综合采访报道